两个时空的交汇 一段爱情的衣食 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小说剧《夜旅人》 原著赵熙之 主播东陵善云天和 由长安欢乐工作室独家出品 高烧刚退 多少反应有些迟钝 盛青让听到脚步声 宗英已经进来了 他将报纸搁在餐桌上 进厨房放下法棍 喝完之前倒的一杯水 擦两火柴 重新点燃煤气灶煮粥 得心应手 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从容 盛青让看得略正 他回过神 试图回忆昨天晚上的事 淋了雨累得不行 无处可去 最后只得到六九九号公寓 在后面的事 他一概记不得了 这时 宗英倒了一杯温水 放到他面前 盛先生 你昨晚发了高烧 他说着 在对面一张藤椅上坐下 盛青让抬头看他 将握起双手 毯子就滑了下来 他又连忙捡起毯子 看到自己光裸着一双脚 鞋没了 袜子也没了 他试图询问 宗英却肯致坦荡地开口 抱歉 你换下来的衣服 落在我那里了 今晚再去取吧 他昨晚病得不省人事 那么自然不可能是自己换的衣服 盛青让短促地闭了一下眼 脑海里迅速过了一遍的情形 一种被人扒光的尴尬和不适感 迅速地生腾起来 逼得他耳根不自然地泛起红 他喉咙肌肉骤然变得紧张 但脸上仍然保持着体面的镇定 同时心里也努力说服自己 医生眼中无性别 宗小姐是大夫 那么护理病人对他来讲 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事情 没有尴尬的必要 这样的宽慰 终于使得他耳根的燥热退下去 可宗英却突然起身 很理所应当地 伸手去探了一下他的额头 促起眉甲 还有点烧 可我也没带药 多喝点水吧 再睡一会儿 盛青让僵着身体往后靠了一下 好在粥再度废了 宗英折回厨房去关掉煤气 给了他一个松口气的机会 可他紧绷得双肩还未及松弛 屋内叮铃铃 叮铃铃铃一阵铃声乍响 宗英当然不会抢他的电话接 站在厨房 看他从沙发上起身 又见他略微一晃 紧接着 挺直背脊 走到电话前 不急不忙地拎起了听筒 他隐约听到一些来自电话那头的声音 语气急迫 嗓门很大 盛青让则回了 我知道了 好的 我今天去 挂掉电话 室内恢复平静 盛青让在电话旁边站了一会儿 随即走向卧室 他换好衣服打开门 宗英就站在门口 他抬起头 盛先生 你要出门吗 是的 我有要紧事 需要出门 然而他脸色惨白 精神也很差 身体稍稍倾向墙面 几乎要挨上去 这样的身体状况 根本不足以支持他出门 更别说是要去办要紧的事 宗英想劝他 不要拿身体开玩笑 但他讲不出口 盛青让侧身绕过他 脚步虚浮地往外面走 宗英突然上前一步 从后面抓住他的手臂 盛青让察觉手臂被抓 立刻转过身 宗英手稍松 却并没有放开他 只是换了一个抓法 带他到餐桌前 拉开椅子 请他入座 盛青让坐下来 听他在身后问 这件要紧的事 如果晚去半个小时 会不会出人命 应当不会 那么吃早饭 他语气不凶不吉 却有着不得权威 盛青让起身拿过 茶几上的水杯 才喝了一口 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粥 就递到他的面前 不愁不息 煮得恰到好处 上面撒了一些肉酥 今天牛奶没有送 宗英端着一只白瓷盘 一杯水在对面落座 盘子里装着切片法棍 看起来干巴巴的 咀嚼起来很费力 他将后片撕开 在进嘴里 侧头看桌上的报纸 一份英文报 自灵溪报 上面记录了 日本舰队入户 不管是文字还是照片 都呈现出一种紧张态势 但新闻版外 却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广告 和租借里的琐碎 格格不入 仿佛另一重人间 宗英吃东西认真用力 咀嚼吞咽过程中 侧脸的肌肉重复运动着 有序流畅 盛青让莫名地看他了一会儿 脸回神 握起条羹吃粥 他飞快地吃完盘里的法棍 放下报纸问他 要叫车吗 盛青让抬头看他 他目光移过来 注视他三秒后 好像得到了回应 起身去拨了电话 他挨着桌子 同祥生公司的接线员 说需要一辆车 对方问了地址 又同他解释 租借多处路口拥堵 汽车可能不会那么快到 请他谅解 十分钟内抵达街客的黄金时期 看来也到头了 挂到电话 宗英端起磁盘回厨房 余光瞥见玄关的穿衣镜 意识到自己穿得太随意了 短袖白T恤 灰色亚马宽松居家裤 并不是很适合出门 将碗盘放入水池 他问仍在吃粥的盛青让 盛先生 上次我穿的那身衣服还在吗 盛青让一碗粥还未吃完 听他这样问 立刻放下条羹 用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问他 你也要出门 宗英拧开水龙头洗了一个手 反问 你能保证晚十点先回来吗 盛青让沉默了 外面举世顺息万变 他的确不能保证 晚上十点能准时回来带她回去 因此他起身 打算替她去取衣服 宗英却从厨房走出来 你接着吃 衣服是在卧室是吗 他只能重新坐下 说 在靠门的五斗柜里 最后一层 宗英进入卧室 顺利从斗柜最后一层取出一只纸盒 打开盒盖 衬衣和裤子叠放得整整齐齐 显然清洗过了 他关上门 迅速换衣服 长裤穿好 衬衣下摆扎进去 扣上裤腰一排扭扣 刚刚合身 他不可能在短短十天内胖这么多 那么只可能是 裤子腰围改小了 宗英默不作声地将换下的家居服 叠放进盒子里 出门时 看到盛青让又收拾了一个新的公文包出来 对 他昨天用的那个 又落在他那里了 希望里面没有急用的文件 祥生公司的车来得确实比上次慢了些 司机服务依然周到 但笑容多少有一点沉重勉强 车子顺利驶出街道 离开法租界 开往公共租界静安四路 也就是南京西路上的盛家公馆 晨间还一片暗蓝的天 这时彻底被太阳照亮 天气有些闷 进入租界 避难的人随处可见 一只金凤蝶落在车外 对这座城市即将到来的风暴 毫不知情 车内安静地叫人发慌 宗英克制着烟瘾 手揣在口袋里一言不发 盛青让这时睁开眼 哑声征询宗英的意见 宗小姐 你需要一个对外解释的身份 这样你方便我也方便 嗯 助手可以吗 宗英上次去铜像公所找他 就是用的这个身份 他本身是无所谓的 但他想到他是要去圣公馆 那么 盛先生 你是要回家吗 为什么这样问 很重要吗 也许 回家意味着会见到你的家人 而我上次可能已经见过你的家人之一 一位年轻的女学生 我之前同他说 我是你朋友 如果这次我已助手的身份出现 或许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和麻烦 盛青让明白 他指的这位年轻女生 就是他的妖妹盛青慧 但他说 不要紧的 宗小姐 汽车在圣公馆外停下 外面围墙铁门 里面弱大一栋别墅 还有四家花园 奢气十足 此时铁门紧闭 盛青让下车 抬手按响墙上的电铃 用人闻声出来 看到盛青让 唤了一声先生 而不是三少爷 他不急着开门 只弯着腰说 大少爷吩咐过 唐了先生是来谈谈一千场的事 那么什么都不必谈了 请先生回去忙别的药物 不要再操心盛家的产业 对方讲的是再明显不过的巨客之词 盛青让却不打算放弃 请你再去转告大少爷 我有别的事要同他谈 用人一脸为难 今天二小姐一家也在 盛青让清明起唇 想了想 那么正好 我也有事要同二姐的 用人很担心盛青让进去会讨嫌 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说 那么 我进去问一下 纵英立在一旁 看用人左右为难 又看到盛青让强大精神 站得挺直 莫名看出 其中深藏的几分卑微 那种感觉 说不上来的熟悉 就在用人反身时 突然传来一个清亮的声音 三哥哥来了 盛青慧从人力车上跳下来 很大方地给了车夫一块挣钱 快步走到门口 朝三五步之外的用人喊道 姚叔 怎么不给三哥哥开门啊 那个叫姚叔的用人又折回来 只顾紧皱起眉 盛青慧就在一旁催他 快点姚叔 难道还不给我开门吗 姚叔叹口气 无可奈何地将铁门打开 盛青慧见机 一把抓住盛青让 赶紧带他进门 又扭头看到外面的宗英 讲 你不是那位 过路朋友 小姑娘暂不打算深究 只催促道 快点进来呀 宗英入的大门 看盛青慧拽着盛青让 往别墅里去 盛青让这时回头看他一眼 他低头快步跟上 走到盛青让旁边 主动伸手拿过他的公文包 刚一进门 盛青慧便喊 大哥 二姐 今天学校停课了 桌大的房子里清静的诡异 只有盛青慧的声音在回答 盛青慧皱起眉 二楼探出一个脑袋来 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 他巴着栏杆说 小姨你回来了 爸爸妈妈和大舅舅在二科厅里讲话 他说完将视线移向盛青让 只看着一声不吭 孩子的反应是最直接真实的 他显然认识盛青让 也知对方是长辈 但连称呼也没有一句 就格外奇怪 宗英留意到这个细节 想到盛青让公寓里那张合影 相片中的他 只有大半张脸 这时盛青慧快步上了楼 盛青让也跟上去 宗英走在最后 脚踩在厚重的地毯上 动静微乎其微 仿佛整栋楼 是一只吞吃声音的妖怪 盛青慧最先推开 二楼会客室的门 里面烟雾缭绕 二姐夫和大哥都在抽烟 二姐一个人抱手 坐在边上的单人沙发里 一时到门开了 三个人纷纷抬头看过来 先是看到盛青慧 然后看到盛青让 最后是宗英 大哥突然猝眉 摁灭烟头 静止质问盛青让 你还来做什么 二姐索性别开脸 二姐夫接着抽烟 盛青慧无视着沉闷的气氛 乌子往沙发上一坐 抬头同盛青让讲 三哥哥 有事情坐下来谈吗 盛青又看一眼宗英 事宜他也做 盛青让脸色愈差 他说 给我一点时间 我讲完就走 大哥不耐烦地敏唇 身体后痒 鼻子里溢出沉重的气息 讲 盛青让落座 宗英将公文包递给他的同时 也在旁边入座 这满室的烟味 令宗英很迫切地想要抽一支烟 但情况不允许 他偏头见盛青让 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票 又用他一贯不慌不忙的语气讲 今日 于市长虽还在工部局 同岗门校正谈判 但双方军力纷纷入住上海 此谈判大概只是流于刑事的表演 时局 也不会向着和平 上海避不开战争了 盛家在杨树浦的机器城 紧挨日本海军陆战司令队 一旦战火燃起 终归难幸免 资源委员会 让我务必来同大哥再次下伤 也是不愿见其毁于战火 甚至资敌 唐县在车里 亦有迁移及重建补助 大哥原本就被一大早停工的消息 惹得不高兴 这时怒气更甚 竟然有了破罐子破摔的架势 惑得打断了他 竟然这日本人又如何 最差不过是被全部炸掉 盛家不止这一家工厂 那么 刨开杨树浦的不谈 盛家在租界里的工厂也不要紧吗 国军 日军 哪个敢随便进租界打 是不行 那么空袭呢 炸弹不长眼睛 也不认租界 大哥拿起烟灰缸就朝他砸过去 盛青让避开了 烟灰缸砸在地板上 灰白烟灰洒了一片 纵英不落痕迹地蹙了一下眉 此时 盛青让突然侧过头 贴着他的耳朵 小声讲 你先出去一会儿 纵英眼角余光看着他 他却已是重新作证 好像刚才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屋子里静了将近一分钟 纵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撤了出来 那个小孩 仍在二楼的走廊里玩耍 看到纵英 也是一声不吭的 纵英从他身边走过 下楼梯时 突然注意到 悬在墙上的一张巨大的全家福 里面有大哥 有二姐 有一个穿军装的青年 还有小妹圣青会 唯独没有圣青让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长安换月工作室出品的 多人有声小说剧 《夜旅人》 原著赵锡之 授权自靖江文学城 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